小胡子 这阵子我一直在纠结理想L7和问剑M7该买哪一个 两个都很喜欢 你给说一说哪个开的感觉好 质量好一些 我就选哪一个 谢谢 好 这俩车呢是真有点意思 真能碰撞出点火花来 它俩都是主打智能自创的车厢 谁做的更优秀呢 那我们就对比一下这两款车的车的安全和闪电和开的哪个好 理想L7卖的更贵一些 入门332万 四驱五座版本 问剑M7四驱不到29万 价格相差了3.5万 那么车身安全来讲 两台车用料都是非常厚道的 不是同价位和制成能比的 但是两台车同样做装机错试时 明显问剑M7就好于理想L7 原因是理想L7车身设计不合理 有缺陷导致的 按照常来讲 它的用料不会差的 但是表现却有一些不尽人意 车身前面遭受到撞击之后 它供热台和前辆 断裂的 虚伪稍微一点变形的厉害啊 都拔毛 所以抗撞击测试 问剑M7更优秀 三电呢 它们的电机电池电控 它俩都是使用明德时代的 但还是没问题 自保也是可以的 说到驾驶感受 辅助驾驶体验 还是问题M7更好一些 虽然华为的 麒麟9902的芯片 不如理想高通骁龙815的快速 但是华为还优化的更好 所以体验才更棒 包括智能座舱体验 也要好于理想L7 说到底盘 它俩都使用了 大面积的铝合金材质 包括百臂 央角 复射架 都是铝合金材质的 非常厚道 绝不是同价位合制性能比的 但是理想L7贵了一些 所以它前面使用了一个 双叉臂的一个旋架 那么理想L7是前半份讯 后面都是多连杆的 双叉臂旋架成本 就要比多连杆更贵一些 并且双叉臂呢 还能够有效抑制 车辆行驶当中 轮胎发生撤轻 还能防止插着顶头 增加超货性 所以说这个旋架 还是应接 还是理想L7 更加优秀一些 两台车实际开以来 隔音静音方面 胎罩风罩 还是问题M7处理的 稍微好一些些 在整台车的装车工艺 设计上要好一些 理想L7 虽然运料也很好 也不错 但在装车工艺上 稍微欠缺一点 不如这个问题M7 那么细腻 所有的信用质感 绝对是不一样的 冷台车 你也别说有什么操控 电动车加速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胜过所有的汽油车 冷台车 自动动场体验上 做你的舒适度 包括方面 还有这个辅助驾驶 体验上 都是问题M7 好与理想L7 所以说 中和影像对比 问题M7 还有便宜个3.5万 我建议还是选择 这个问题M7 如果不需要四驱 选两驱 问题M7才25万就拿下了 那是个后驱动车吧 冬天下着雪 自扭屁股 我不建议购买 还是买这个四驱版本 那么40年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 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 请不吝点赞 拜拜 好 好嗎